这次攀登珠峰是在两会召开之际 今天午前11点钟 中国登山队队员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他们也为两会的胜利召开献上了一份贺礼 我们对中国登山队表示忠心的祝贺 同时也祝贺我们中国地理大学的两位登山队队员 一位是我们的校友 登山队队长慈洛同志 另一位是现在中国地理大学武汉再读的波尔学研究生 与弥弗洞同学 对他们的成功登顶我们表示祝贺 关于为什么在凌晨攀登珠峰的事情 因为珠峰的环境比较特殊 气候条件变化比较复杂 一般情况下到了下午风顶的气候就比较恶劣了 所以在风顶作业和下山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比较危险一些 一般来说在五间和五前就必须开始往回回彻 为此出发时间一般选在比较早的凌晨时间 然后在午前就到达开展一段时间的工作 一个小时应该是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吧 之后就快速返回 今天好像是上午天气不太好 风大 能见度比较低 导致登顶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